可以试做一下 这些基本上后面没有讲到的 那个云端上 其实都有参考的答案 那我们先从比较简单的开始 后面大家还有更难的 计算年龄有比罗函数 这一题 而且你可以把这一题先打开来 里面年龄我想比较简单的 前面用DATIF可以做出来 等于是复习一下 等于等于DATIF 记得我同学常拼错 DATIF 因为他没有办法 从那个 清单里面做选取 所以只能用自己输入的 那你可以跟 他的年龄 前面的 两个日期 一个是前面的 一个后面就今天 所以你可以打一个TEDAY TEDAY然后呢DAT 加一个Y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呢可以把那个年龄给算出来 TEDAY 生日 常常发生的状况 打错了 OK 这也是蛮常同学 常常不是 打成DATA 不然就是打少打一个什么 少打一个D之类的 拼错字 所以如果你看到 错误啊 通常是拼错字 因为这种机率还蛮高的 那这个如果你常用的话 问题就比较少 不常用 不常用的话 还是要留下 一些 以后可以 回头假设做错啦 你可以 像我的习惯到云端看一下 其实也可以 看到答案 那再来的话呢 底下还有什么 开课期 比较重要是这个 那所谓的开课期别 意思就是说 这个是开课的 第一天 那这个班级是C04 C04在后面 因为我刚刚讲过来 有点像关联式资料库 那关联式资料库 里面基本上在总表里面 只有放那个所谓的key key的话就是 通常是什么呢 像代号 编号这种东西 然后如果你要这个资料的话 请你用查 就是关联式资料 再关联过来 关联过来的话 其实就是用view函数 然后怎么样呢 去帮你查出后面 这个时数 其实我们要的不是这个 不是哪一班 我们是要 他的总时数 那这个时数意思就是说呢 他一个礼拜像我们一样 一个礼拜三个小时 所以呢 他总共有30个小时 也就是说会有10周的时间 那请问一下10周之后 这个应该是哪一天 OK 你不能说你现在拿计算机在那边算结束时间 而是要用什么 用 刚刚讲的 第一个view函数 把30带过来 带过来之后的话呢 那一个礼拜有 3个小时 所以除以3 除以3之后的话 就10次 10次再乘上7 因为呢 一个礼拜7天嘛 算一周上 所以就再把它加 上这个日期 就会是我们的结束日期 不过特别注意喔 他这个已经是第1周了 所以呢 特别注意还要再扣掉1周喔 因为这1周不能算 如果你又 没有把第1周扣掉的话 那你会变成多7天 OK 应该可以知道这个 这个日期怎么算出来 那其实你算完之后 只要是一个数字 因为日期 本身 就是一个数字 有没有 一个整数前面讲过了 所以你只要加上一个数字之后 就可以知道结束的那一天是哪一天 OK所以应该可以知道 公式怎么算 只是说 试着做做看好了 后面先还给各位 有的话也许你第1个先把时数查出来 第2个呢 再去算呢 结束天数 所以结束天数是距离开课日期 几天之后 最后答案就出来了 如果你这三个都做完 你也可以拆三个步骤做 像我的习惯是 先做第1个步骤 再做第2个步骤 第1个步骤是查 C 04 它的时数是几个小时 所以1 我可以先在 解释与参照里面 V路函数 去查什么 查C04 在那个table里面 那table的话是这个table 所以要不你就可以了吗 也是一样 你可以先 定一个名称 叫什么开课斑别好了 我们先取这个叫开课斑别 我的习惯还是这样 就是先把这个名称 先定义 有没有 那名称的话呢 就是跟这个名称一样 Enter一下 OK 然后呢 再来这边 第1个步骤是 先用那个参照 函数 他去查什么F3 OK 开课斑别 然后呢 开课斑别里面的话 再点他一下 我要查他 把第几栏 第几栏带过来呢 2 3 所以这边第3栏 那比对方式的话呢 就应该是会完全一模一样 因为 这个编号都 两边match的 不像刚刚那个业绩 会是 一个区间 一个ramp 一个范围 所以这边的话 输入多少 输入零就可以了 零的话是要完全一模一样 如果找不到的话呢 他就是一个 紧开头的 NA Not available 所以按确定之后呢 他就查出来了 不过你会发现 查出来都是一个日期 其实他应该是 里面的话应该是 格式的关系 所以他预设的格式是日期 所以你会发现他是30 才对 当然我们先不改啦 因为后面我们还没做完 好第2步的话就是把这个剪下来 那我的习惯是不包含等号 剪下来做什么 再把它贴到我的公式里面 其实我的公式 其实应该不需要 直接直接在这边做了 30 可是我需要 把他除以 除以3 除以3意思是说一个礼拜呢 有3个小时 所以除除完之后的话呢 再 减掉第1周 因为第1周是这个 开课日期 如果没有减掉会多7天 然后呢但是等一下 因为这个是周 所以必须把他怎么样 再做个刮糊 先减完之后呢 再乘上7天 OK应该可以看懂这个公式啦 也就是公式里面 这个是原来公式喔 除以3 就是一个礼拜3天 那减掉第1周之后 再乘上7 乘上7的话一个礼拜7天 那算出来就是 从开课日期到最后一天 相差几天 相差几天的话呢 打勾之后你会发现 他这边会 会是一个天数啦 不过我们其实 不是要一个天数 63天 而是什么呢 而是必须怎么样 再把开课日期 加上63 的 日期算出来 所以特别重要 最后 第三个步骤可能就是 先 在这边前面加上什么 点这边一下 加 后面的公式 就可以了 意思说c3这一天开始 往后的63天 就是我们的结束日期 那因为 这个格式本身就是日期 所以打勾之后的话 就会是我们要的天数了 那再来的话呢 其实就向下填满就可以了 所以基本上的话呢 向下填满 全部就算完了 OK 所以如果你 会利用Virum 去查询的话 那基本上的话 很快可以把结果做 那不是的话 我看这可能要花很多时间 那当然呢 做完之后呢 就有同学说 老师我可是我每一天 每一次 都会再重新输入 因为我开新课嘛 那开了新课之后 我希望 最好这边 颁别 以后呢 我可以 输入日期之后呢 这边用向下拉清单 下拉清单还记得吧 一把这个 开课 颁别 建立成 一个什么呢 一个 我们公式里面的 从选举范围 建立顶端列 我可以 如果要下拉清单的话 我先把它变成一个名称 第二个的话呢 在哪里呢 在这个范围 把它全部都变成下拉清单 那整个下全选 然后用什么 资料里面的资料验证 然后 他本来是任意值 把它改成什么 清单 那清单的来源呢 就是F3 我刚建立一个开课代号 按确定 再一个确定 那你会发现 以后这边呢 就可以是什么 自动 但是我希望 最好是什么呢 我 输入一个 开课的 颁别代号 假设2017好了 随便输入一个 112 28好了 OK 假设这个名称 那我一样 假设这边也输入 输入什么 输入这个日期 反正编号可以跟日期一样 那最好是什么呢 输入完之后呢 他可以自动帮我带出后面的结果 自动带出 因为如果你 假如没有自动带出的话 变成还要再算一遍 OK 还要再输入一个公式 很麻烦 所以最好是 这个地方 看看能不能自动带出 但是自动带出 有两种方法 一个是 用那个函数的方法来做 所谓用函数来做的话 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用写VBA程式 如果你不写VBA程式的话 你可以怎么做 也许你可以把向下填满 这个是吧 格式有错 对啊 刚刚我这样 这边应该记得 因为如果你没有加那个两个斜线 他会把他当成是一个文字 所以没办法计算 OK 好 好 那你把他向下填满之后的话 不过你可能每一次再一次 那你比如说每一次 都还要再向下填满一次 那不是很浪费 时间吗 所以 比如说129好了 这一天 那你做完之后还在向下填满 你要做一下 还向下填满 所以有没有一个 比较自动化的方法 所谓的自动就是说 当他 里面有日期 那我这边呢 就显示什么 结束日期 那 这个地方的话呢 当然我这边选了一个 这边去 抓这个日期 那当然有一个方法 第一个 我们可以怎么样 假设这边 你可以把原来的东西 多做一件事情 原来的公式怎么样 剪下来 如果你要让他自动显示的话 你可以用逻辑判断 逻辑里面的话 一幅 一幅什么呢 这个开课 日期里面呢 如果 有资料的话 那我就输出 那有资料 怎么怎么表示呢 不等于 不等于空的 不过这样好像不好表示 等于 如果他里面是空的 那我就给空的 他也不显示 可是如果他不是空的 相反 那就把刚刚的公式贴上 意思就是说呢 当我 这个里面有资料的时候 那我就把这个公式输出 当他里面没有资料的话 没有资料 那我里面也是空的 这两个变同步 按确定之后的话 多一个逻辑判断 向下填满 那你会发现 我再往下拖拉 拉到大概100列吧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呢 你会发现 如果说他这边有资料 他也会跟着出现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呢 再输入一个2017 假如说2017 斜线 11 30 Enter 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会自动带出来 那 这个部分的话呢 实际上 自动带出来 里面实际上是什么 先做了一个逻辑判断 有没有 如果 前面的东西 等于空的 那我还是保持空的 反之就是把公式带出来 不过这有个缺点 什么缺点呢 就是 你必须要怎么样 预先向下填满 也就是说呢 你要一直填满 像我刚刚是填满到 第100列 所以呢如果你100列之后 如果没有填 他就不会work OK 所以这个是一个缺点 那第2个呢 还有第2个缺点 什么缺点呢 就是如果你假设 你要一劳永逸就向下填满 就一直拉到底下 可是会有个问题 他这些东西 都会存在你的储存格里面 那会造成一个问题 就是你的那个档案 会越来越大 为什么因为里面塞了一堆东西 所以很多人 也是都是这样用 他发现说 老师为什么那个档案越来越大 然后呢 跑得越来越慢 道理很简单 因为里面塞了很多东西 那没办法 你要预先 这样做的话 那你就只能先塞 可是问题 好像不合理啊 因为多了一些垃圾在里面 以后可能用不到了 所以呢 比较 所以 比较 好的方案应该是什么 当我输入支 这个储存格的时候 那我再丢公式到这边 不过我刚刚讲的这部分 如果你不要预先塞东西的话 这个地方你恐怕要用VBA VBA要怎么写 这个我想我们等一下再来看 因为 这种 当然如果你要让 让刚刚那个缺点不发生的话 那你可能要付出一点代价 就是你要学会VBA怎么写 你就可以自动的产生 你要的东西到 储存格里面 请各位先试一下 刚刚第1个 我们是先用那个viral函数 先查 查完之后呢 再把结果做完 后面的话呢 再增加一个变化就是 这边做下拉清单 输入之后呢 自动带出来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自动带出的话呢 我们 当然坊间一般书里面交都是交那个啦 就是 如果他里面是空的 那 他也保持空 如果有输入 他再自动把公式带过来 虽然这个方式也没错 可是他的缺点是 你要不断去维护他 而且呢 他必须要预先 把公式放里面 相对的会让档案变得很庞大 效率其实没有很好 那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呢 当然有啦 不过这个部分 恐怕就是要用 VBA 才能完成 7月3、8日 真正 8月3、9日 带来 2、3、8、8月5、9日 4、4、8、9日 C、11、8、9日